今天要讲的这款插件呢 很多朋友都问过我 就是来自于Sound Theory的Gophers 一个智能均衡或者是频段处理的这么一个插件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大家好,我是Alex 实在是不好意思 很多朋友都问过我这个一直也没有讲 Gophers 这个名字实际上是来自于冰岛的一个瀑布 这个官方的网站上呢 也给出了他们命名的时候的想法 因为瀑布的声音更接近于像 Pink Noise 粉噪音的那种感觉 有一种那种安神 或者给你安定的那种感觉 很多的人睡觉的时候 带着耳机听一个粉噪音 可以帮助他们睡眠 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管这个插件叫Gophers 而这个官方网站呢也说 他并不是用任何的AI啊 或者任何的这种比较常见的技术 去做这个插件 而是一个他们自己的精密的算法 它的背后呢更多的是 根据人听觉的喜好 去优化你的声音 你可以把这个插件 简单的就当做是一个 一大堆的特别智能的东西在里边 代码在里边 它会特别快速的帮你去分析 调整你的音乐 让它变好听 大概就这么一个感觉吧 很多人把它跟Suth相比 Suth呢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控制 因为Suth其实有点像那种 Spectral的那种处理 频谱处理一样 它把所有的声音分成 特别特别小的细节 然后一个一个去压 就好像把大家都按一按一按 但是呢Gophers呢 比它多的一点呢 是用起至少用起来 是它可以有增加 你会发现 Izotope的Ozone 10里边 增加的有一个插件 实际上跟这个特别的类似 我不知道是受它的影响 还是说看到这个插件的成功 或者怎么样 他们也去做这样一个插件 不管怎么说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个插件使用起来 实际上是相当的简单的 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 它一共就几个控制 一个是叫Recover Recover呢实际上是 它会帮助你去把 它认为该好听的频段 如果不足的话 它会提升起来 比如咱们现在听一下 听一个声音 我没有先播放这个插件 如果我现在把它推起来 你可以看到 这个频段呢 会告诉我 它提升了哪个部分 最多可以到200% 没有的 插的声音出来了 鼻鼓会变得更有力量性 当然我从来不会用200% 我觉得200%实在是太夸张了 我很少超过100%的 除了有些在其他的应用场合 到时候会讲到 Recover呢实际上是做这个的 咱们先把它放回来 Time呢实际上是 跟它相反 它不是提升 它是摁下去 它是衰减 它会把人认为 不好听的声音 往下摔减 我们来试一下 首先呢 它觉得这个音乐 可能低频实在是太厚了 所以呢 它不断地会去按按按按 但是并不是把你的低频降下去 你仔细听 你Time了以后的 你低频变得更紧凑了 所以这些低谷的声音 的音头出来 但是它会很快的 把音头之后的声音 往下控制一下 你别看它这个下面 切了好多一样 但实际上它是控制音韦的 让整个律动出来的更好 比如我们现在听一下 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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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此一听低谷 反而声音更明显 这个时候就变这两个一起用 没有的 OK 所以Tame和Recover 一个帮你提升它觉得好听的地方 一个帮你减少它觉得不好听的地方 然后同时靠非常非常快的速度 帮你去调整歌曲里面的律动也好 节奏也好 你会发现切换的时候 就有一种好像蒙着一层什么东西 要突然打开了一样的感觉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这两个 这个Bias实际上是帮助你选择 它可以正负 是帮助你选择你更多的用哪个 如果你往下的话 它更多的是用Recover 也就是说它提升的也多 往上面它是用Tame 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太多的用的道理 就是你 只要你在调好了以后 你就一定要通过这个百分比 调整的时候听 到底歌在哪个地方比较好 这没有说一个合理的搭配 因为每一首歌都不一样 所以你基本就可以一边放音乐 一边调整 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位置 再往后呢 有Brighton 这个Brighton的实际上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提升高频 但是它会帮你补回了一些 频率里面的东西 如果我们把Bias放高一点 然后声音会稍微的暗一点 这时候我们可以用Brighton试一试 你可以听到那个君子 明显 大家可以降低 要来的 对 大概是这样 最后一个参数 叫Boost 这个Boost呢 实际上帮你去提升一些 他们他认为比较重要的频段 这个Boost呢 你随时都可以用 你前面都没有提升的时候 它也可以用 它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控制 这样你现在提升起来 我明显觉得低音提升了好多 它会增加很多低频的力量 我的感觉呢 这个Boost很多时候 你可以搭配这个Brighton 牛肯定会一直增加这个你的亮度 同时你用Boost可以去补偿低频部分的损失 最后这个地方有一个Gain 这个Gain你可以去调整你输出的音量 注意看下边 基本现在增益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 你可以拿一个降低或者是调整 原来的 如果你仔细注意500到1000K之间的那个频段的话 它其实帮你去掉很多 对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是高Fast的这个标准版 它此外还有两个版本 一个叫Live 一个叫Master Live基本就是它的计算的精度会稍微低些 然后它会帮助你去减少延迟 你基本上可以拿它去实时的去用 此外它这两边其实是可以拉的 你可以把它拖过来 这样的话你的频段 你所有的处理除了Boost 你其他所有的处理 都会处理中间这一部分 比如说我们看现在 这样的话你相当于是一个单段的这么一个处理器 所以呢你可以拿它去做处理齿音 比如说你的人生在这一个频段的齿音可能会比较多 你就在这儿用Time把它多降下来一些 或者呢你可以去用它在你的人生比较重要的频段呢 去提升一些你的这个人生这个好听的部分 有了这个呢就很灵活 你可以去针对单独的乐器去用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是普通版 还有Live版 还有Master版 我们看一下它的Master版本 这个Master版呢实际上是没有 跟那个没有任何的区别 只是它计算的精度要更高 同时呢它占用更多的CPU的这个计算力 我们来试一试 我多调一下这样的话 你可能听得比较明显一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得出来 我特别特别喜欢它对低频的那个处理 它把低频很多年年的那种感觉去掉 让你的bass和你的鼓之间 每个音之间稍微多了一些空间 你看着它好像在这边一直在处理 实际上它经常把这个 又不像压缩 但是呢就用它自己的算法 能够帮助你去把音头捋出来 然后呢把你的音尾稍微的掐一下 没有的 没有的时候你就觉得迎面 你对你在现在 所以呢这个歌的一个问题是它的中频特别顶 你就觉得这人就贴得你脸上唱歌一样 所以有时候你需要去平衡一下 你用这个插件的时候 你能感觉到它会稍微把这个 把这个人稍微往后防一点 然后让整个声场更平衡一些 特别明显就是500到1000到1500左右 那个声音它会稍微帮你的去控制一下 就在这个区域 我觉得这个插件真的还是挺好的 就是控制超级的简单 很多的时候你就把它把事情交给它 它在做一些你有时候不太能理解的事情 但是能调出很多好听的声音 当然你也不需要去理解它 这个是他们做插件的人的任务 只要这个东西好听就是真理 所以你如果觉得它的声音好听 它能帮助你 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甚至于我个人感觉很多的时候 我们经常说听Hi-Fi 其实咱们经常说Hi-Fi 其实无非就是听歌 你甚至都可以用它去调整一些 相关的这些音色 之前有一个朋友问我说 怎么能够去用均衡 调整一下它自己的这个 Hi-Fi听歌这个效果 传统的均衡当然也可以用 但这种也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如果你去通过它改善你的这个声音 或者是改善你手上的音乐素材 我觉得也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所以呢Golfers 这个欠了大家很久的插件 终于讲了 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去试一下 感觉很神奇 很神秘 但是呢确实很好听 很有帮助 尤其是在有的时候 你不知道该怎么样的时候呢 它会给你很多的参考 好吧 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的支持 别忘了订阅频道 咱们下次再见 好好学习 听听相声 拜拜